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如果父母人在中国 那么子女可以先给父母提交I130亲属移民申请 父母两个人需要各提交一份 子女需要提交两份I130 在I130批准了以后 父母可以经过National Visa Center这个步骤 在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办理后续的移民签证 那这个流程前后从130申请到拿到移民签证 然后进入美国可能要一年半两年的时间 如果父母人已经在美国 那么会快一些 比如说很多人他父母先用旅游探亲的B2签证入境美国 像这样一般要入境美国过三个月以上再提交移民申请比较好 否则你用非移民签证入境美国以后很快就提交移民申请 有这个被认为是Visa Fraud的风险 那像这种情况呢 这个子女可以为父母 比如说提交两份I130申请 父母可以同时各自提交一份I485的申请 130和485可以一起提交 然后呢 一般来说要一年左右可以取得批准 那这个呢 是常见的子女为父母办理旅卡的办法 那有一些人呢 包括父母生子呢 孩子在美国出生呢 他就有美国公民的身份 等孩子长到21岁呢 就可以给父母办旅卡 那如果孩子还在上学呢 如果他还没有足够的收入工作 那可以名下有他的足够的资产 像这样呢 也可以给父母 作为这个提供经济担保 办这样的立场 那这个如果父母此前长期在中国工作 在体制内工作 比如说有的人在军队啊 或者其他强力部门曾经工作过 或者曾经是党员 或者在体制内担任领导职务等等 有这些复杂的情况呢 那他也可以提供一个statement 相应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在其他的视频和文章里面 也有相应的说明 一般来说呢 在美国办S85 你在中国办移民签证 要简单一些 要快一些 那好 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子女 作为美国公民 怎样给父母办绿卡和移民签证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